转弯快,很稳定,劈弯不用怕 但是是不是坐过的人都觉得有点凳 一个双层巴士,坐满了人 你只是量度一下,其实都可能是50-50 这个路线中心,正常来说 就一定是在重心的下跌 电动车,我们说它有一个很厉害的 Instand torque起步 有一起步就是最大扭力 你都知道力量越大,其实那个操控越重要 我们试试说一下电动车的操控是怎样 链过电动车的人,甚至未链过也好 都会有感觉就是,电动车的转弯都很快 你见到行山路都很厉害 又或者你上网看有一些专门做微轮测试的片 你见到电动车的表现都很厉害 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电动车重心低 我们在油车的年代 才能获取到一点点重心的降低 就是这么珍贵的 但是去到电动车,一下子就降到很低 天生就是低,底下有电 是否代表它就赢了,一点缺点都没有 如果你纯粹看重心低 这个唯一一个参数去看,它就真的赢了 但是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么简单 或者我们总体去看电动车的表现 转弯快,很稳定,砍弯不用怕 但是呢,是不是错的人都觉得有点怒 就算是不是很讲求性能的 但是都好像怒了一点点 这件事原来是跟低重心 连在一起,是整件事来的 我试试如何拆解 首先,电动车有一个大电池在底 而电池差不多佔了车的重量一大部分 因此,电动车是很容易得到一个50-50的前后均匀比例 那是否好事呢?当然是好事 因为以前,相对油车前面有部引擎在 那头车前面有百分之六十几重量 后面百分之三十几 转起弯上来,当然是不理想 但是那个大电池令到你前后50-50 电池本身的旋转挂升也有差不多的 所以不是50-50 就是代表天下无敌的 或者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一个双层巴士,坐满了人 你只量一下它,其实都可能是50-50 但是一个双层巴士,是不是很矫折呢? 那当然不是 那所以呢,如果你用了电动车 相对一些头重尾轻的头轮转 一起转弯呢? 那电动车的表现一定是更好事 但是,如果我有一架设计很好的 引擎缩得很厚的FR 甚至乎是中置引擎 这样的车 我一起转弯呢 电动车的伸手 就不够油车的灵活了 那这个呢,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说回重心 重心矮,这个是永远都好事的了 但是重心矮到像电动车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转弯的特性呢 是跟油车完全不同了 我们知道转弯的时候呢 车就会转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离心力 是作与一个重心那里 作与一个重心 是故事的一半 故事另外一半呢,就是说 究竟 转弯中心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 比较深一点的概念 什么叫转弯中心呢? 其实就是你的懸挂系统的那些摇臂 那些角度呢 加加一起呢 就会有一点 这一点呢 就是你的车 在刚刚开始转弯的时候呢 就是以那一点 为原心去转弯 记住车转弯了之后不同了 它是车刚刚开始没转弯 它受力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一点呢 来计算 那个傾側的力量 那这个叫做 转弯中心 比如你双摇臂的懸挂系统 两条要挂的延长线 得到一个焦点 再将那个焦点 和其中一边的车轮的中心点 拉一条线 那条线 再和车的中心水直线 的焦点 就叫做Roll Center 你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这个Roll Center 正常来说 就一定在重心的下面 那么 重心受到离心力之后呢 就以Roll Center做转軸 就想车这样Roll 那你想象得到 如果这个距离越大 那辆车就想Roll多些 大家就会觉得Roll多些 当然是不好 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完全是没有Roll 发生什么事呢 举一个例子 有个雪柜 雪柜下底没有车轮 没有弹弓 你推雪柜 推到它轻側 你推到它想轻側 与未轻側之间呢 其中一边接近离地呢 雪柜的重量呢 就会去到另外一边 这个就叫做重心转移 或者叫重力转移 离心力就是有这样的功效 如果我有个懸挂系统 是有些Roll的功能的话呢 这个转移就没有那么剧化 就是我的车 压压压压的 可能这个车 这个车呢 始终有一些地方呢 是跟地下呢 有个interaction的 这个车是可能重了些 这个车就会轻一点 这个车就会轻一点 不会轻到没有东西 但是如果 你那个重心 一直降降降降降降降到很低 去到跟Roll center很接近的话呢 那你的离心力作用了过来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什么Roll 但是你始终都是推它 于是乎呢 你觉得车就好像没有轻側了 但是其实呢 内弯的车车和地下的作用力呢 其实是很轻的 越来越轻 差不多等于零 到零就会隔车的了 重量是没有变的嘛 那当你这里的作用力 越来越低的时候呢 就是说那重量 就去到外边的车那里了 所以呢 原来 你不要以为没有Roll 就是绝对好的事情 没有Roll 就会令到你的车 受到离心力的时候呢 那个重力转移呢 是劇烈一点的 那面对这么劇烈的重量转移 有什么办法呢 你见到呢 那些电动车 都会整阔一点的车 很多人都会说 电动车的车车较一点 当然啦 重啊嘛 重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呢 是因为它的重心低 低度呢 和Roll Center很接近 所以没有什么Roll 所以那个重力转移呢 就多了很多 那么重力转移呢 多到极限的时候 多到极限的时候 就是这个 外弯的车呢 是吃光的 内弯的车等于零嘛 于是乎 你就要设计一个车呢 是在极端的时候呢 是要做旁边的车的工作 还有呢 因为 它没有Roll 那个打横的力 就直接 作用在车车的车 我们俗称TITLE 就会受到很大的展力 的shear stress 所以电动车呢 通常都不敢用很高的aspect ratio 通常都是用一些 薄的车 50 45 40 你用了薄车 又用了阔车 那车又怎会舒服呢 于是乎 电动车 很多时候都比较敏 贵价点的电动车 可以用气淡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那你就 第二 你唯有 就牺牲了 你那个 转弯的极限 你把车胎 做厚一点 可以舒服一点 但是两者 是不可以兼得的 因为 你那个重心低 你已经享受到 那个稳定性 但是那个车胎 是要做多些事情 那你就没办法可以 一方面就照顾到 那个性能 一方面就可以照顾到 舒适性 这个可以看成就是 电动车 你虽然说 你天生 是重心低 但是 重心低之余 仍然是走不出一些 先天性的 物理限制 怎么办呢 那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 汽车工业 其实是一个大团队 有人做车身 有人做车胎 有人做动力系统 车胎厂 现在在努力 我相信 很不够将来 那些车胎 应该可以兼顾到 舒适性和性能的需要 如果你 駕过电动车 或者坐过电动车 对于 目前的电动车 在舒适性和性能上高 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 我们也可以交流多些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 Youtube的话 记得快点订阅 多些留言和分享 还有 like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follow